音楽 今次哥哥的班底其實都算是一種全新的合作 Cucci是KW 朱文熙 然後編監是拉英彤 小彤 所以這次其實都算是一次很新的合作 我都非常之開心 也都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學習到更加多的東西 其實它是屬於算是一首情歌 然後我一聽到這個旋律和詞 其實我就已經這首歌好聽 還有我非常之喜歡它的詞 雖然它的詞是一首已經是一個展示的詞 但是我就沒有改到 我就全部都是採用它原色原味的那個歌詞 因為其實都很打動到我 還有我也有看過這份歌詞是哭的 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份歌詞 我自己是竟然可以很投入到 其實這首歌的編曲我也是有一點想法的 就是因為其實歌詞都已經感覺到 是一個在宇宙上面在太空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也在想 可不可以有一個呢 就是類似那種好像隕石移動的聲音 然後就令到這個前就更加的 空曠更加繞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小彤是做到的 也都很感謝 因為我都發了幾個意見給他 那大家都在想著可以怎樣把我的意見放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我覺得 因為導演他在 就是在未今天拍攝之前已經和我 輸過一次 所以我對他的故事都非常深紅感受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 但是他至少給我感受了前面的那種 開心、幸福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種快樂的時光 到後來可以再拍的時候都可以感受到 當然我們男主角Timothy 他都非常之大動到我入戲 那所以我覺得 這次想不到自己可以哭出來 我平時呢 一不就哭不到 一不就這樣捱住了 但是我感覺到哭了 但是呢 沒有眼淚 那所以 這次我覺得 非常之幸運的一天 也都很感謝大家的一個幫助 本身我對這一首歌 比較 情感會比較濃烈一點 然後就是 再加上導演的故事 再加上男主角的一個 大動 然後 就是 手機也有幫助 因為這個手機 那個時間 剛好我一拿起身打電話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520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就 然後就 哭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 這次 這個環境 也都給了一個氣氛 其實在這個MV裡面 加插一些愛太空的畫面 我是沒有說到這個 但是我覺得 歌詞上面 可能令到導演有一個想法 還有 我自己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 好啊好啊 所以 最後就加插了 但是我覺得 都非常之驚喜的 就是其實現場 都會有一些 愛太空的元素 加入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 這個是導演的小小的心事 所以我覺得 非常之細節的位置 大家可以再 再看幾次MV 回味一下 呃 Long D 其實我本身不知道Long D 是什麼意思 但是呢 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因為 問過人 Long D 原來就是一個 異地戀的一個關係 然後呢 就會比較 可能距離 跟 對方比較長 其實我覺得 不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會不會接受 但是 暫時來說 我會接受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但是我覺得 暫時這一方面覺得 就是 可能 這個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 可能 如果大家可能天天對著 就可能很快會要 但是 這個Long D的關係 就好像 嗯 每次回來都有新鮮感的感覺 暫時這樣想 但是我不知道 現實中是否真的這樣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去說回大家的一段故事 其實我笑點有點低的 那所以呢 剛才也會有點忍不住笑 但是我忍不住笑 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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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很尷尬 但是也因為很尷尬 是因為自己搞到自己笑 就是 例如 例如呢 可能 男主角 出軌的訊息 就是 寫 什麼 你是不是在另一個城市 然後呢 嗯 我很想念你啊 Do you want me 然後呢 那個Do you want me 他竟然加了一個這樣的手勢 之後我心想 這個出軌應該是 他第一次 如果不然 他也不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 然後呢 還要寫別人的名字 還有一個 Do you want me 這樣 就 我一看到這個表情 我就笑了 因為我覺得有點肉麻 所以 是 這樣笑了 但是通常都不是因為 男主角的事情 通常都是因為自己 然後 尤其是看到這個 所以 還有呢 我拍照呢 如果大家叫我鼻心 我是很少做心的 因為我 我覺得做心有點尷尬 所以 這些啊 這些啊 我都不會做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都笑了出來 呃 真的 因為上次 Only For Me的時候 買跳話耳朵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都已經算近了 但是想不到 這次更加近 但是我覺得這次 都算是一個新的嘗試 而且 呃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始終都是做一段戲 而且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男主角都真的很懂得演戲 所以 呃 它可以 帶動到我進入了那一個故事裡面 所以 其實完全 如果真的大家都投入了在那件事情裡面 我覺得就 不會有尷尬 還有不會覺得有不舒服的地方 嗯 我覺得這次可能有 六分吧 這次都已經算高分了 比得自己 因為可能下一首歌 會 唉 再加油 但是還有 我認為今天的天氣 或者大家這個氛圍都 幫助到我 所以 然後再加了一些幸運元素在裡面 會不會 要注意 是 打 沙 衝